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1月13号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节目 这个星期我想大部分人和我们一样 都是经历了从兴奋到失望 现在回过去看 上阵指数在星期一拉出一根阳线之后 已经是连续收出四根阴线 那么这连续四根阴线 不但是破坏了短线的技术形态 同时也极大的削弱了目前的市场人气 北上资金这个星期的表现也是同样如此 除了星期一是净流入197亿之外 后面四天全部是净流出 今天北上资金是净流出49.4亿 并且今天还是最近四天以来 净流出最多的一天 不过稍微有点安慰的是 这个星期北上资金总体上 还是净流入了90多亿 盘面上我们看到今天保险 券商银行 这三大板块不但是全部下跌 而且资金还都是大幅流出 这种现象已经可以说是三大板块 在集体砸盘了 这个在过去也是比较少见的 那么至于说这里面的原因 我们认为应该和中国内地 一系列的信用债违约有关系 除了之前已经爆出的 可能会违约的清华紫光之外 这两天隶属于河南省国资委的永城煤店 也是毫无预兆的突然出现债券违约事件 这个事情现在最麻烦的地方在于 像这次的永城煤店 包括之前的华城汽车 根据他们的财报 他们并不是没有钱来兑付这些债券 所以这非常容易让人联想到 这些公司是不是故意不愿意去兑付这些债券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这对于整个中国内地的债券市场 将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现在这个事情已经不单单是 这个几个公司的事情了 所以如果这两天管理层还不出手干预的话 那么后面A股的这些大金融板块会比较麻烦 但如果管理层及时出手干预的话 那么我们也可以把今天保险券商银行的集体杂盘 看成是某种意义上的洗盘 消息面上还有 今天我们看到美国亚利桑那州的选票已经有了结果 最终拜登是获得了亚利桑那州的11张选举人票 虽然从个人来说 我还是希望川普可以获胜 但是平心而论 就像昨天我们提到的 如果拜登可以拿下亚利桑那州的话 那么川普后面继续闹就是闹假的 原因是 虽然川普团队现在在很多地方 列出了很多有争议的选举事件 但是目前川普团队真正提交到法院的详细证据 却非常少 所以一旦拜登拿下亚利桑那州的话 那么拜登将会获得290张选举人票 这样一来 川普后面需要通过法律诉讼来翻盘的地方 就不单单只是一个宾州了 因为即使宾州通过法律诉讼翻盘的话 那么拜登还是握有270张选举人票 依然可以拿下美国总统的宝座 因此 川普后面想要通过选举诉讼来翻盘的难度 就会变得非常的大 但是另一方面 因为川普之前是总统 拥有司法豁免权 所以一些针对川普的法律诉讼 其实都是被无限期延后 而如果川普一旦卸任的话 那么他就需要去面对这些法律诉讼 因此理论上 川普应该会利用这几个月时间 尽量去制造一些外部摩擦 并且利用这些筹码去和拜登谈判 来获得一些东西 考虑到拜登对于中国的态度 这个筹码里面或多或少一定和中国有关 这个对于A股后面来说并不是好事 技术方面 我们看到今天上阵指数和创业板 在日K线布林中轨附近 都是获得了比较明显的支撑 短线从技术角度看 大盘有技术反弹的需求 但是考虑到目前内地现用债事件 以及川普后面的不可预测性 我们认为除非有新的事情发生 否则这个反弹就只是一个技术反弹 所以综合起来 目前操作上我们还是建议 在严格控制仓位的条件下 做一些热门题材的补涨机会 或者去抓一些短线的超级反弹 选股方向上 下个星期我们一起可以来关注这么几个地方 首先 昨天中午和晚上我们提到 对于白酒板块 大家可以考虑开始做分批减仓 今天盘面上 整个白酒板块 或者说整个酿酒板块 都是出现了集体调整 从现在情况看 整个酿酒板块的行情基本上是结束了 第二我们看到 今天盘中 军工概念有出现活跃的迹象 一般来说 根据过去的历史经验 A股在调整阶段 资金都会比较喜欢操作 次星股和军工这两块 所以下个星期 军工概念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 那么对于军工板块的操作 我们建议大家尽量去找这段时间 下跌幅度比较大的 这样机会可能会更大一点 第三 这是次星股 我们看到今天在龙虎榜上 次星股也是机构资金增持最多的一个方向 今天龙虎榜上主要获得机构资金增持的 一共有五家 其中四个是来自于次星股 分别是厦门银行 阿拉丁 泰坦科技 以及顺博合金 剩余的一个是化工行业的七彩化学 属于典型的周期股 第四 今天下午市场有消息传出 高通已经获准继续向华为提供四级芯片 再加上目前拜登已经拿下了亚利桑那州 所以下个星期 像华为概念这种属于川普打压概念的题材 或许会再次出现活跃 第五 目前周期股像有色金属 建材 化工等等这些 还是一个继续可以关注的方向 一方面周期股目前的位阶都比较低 有补涨的需求 另一方面 随着疫苗的推出 以及最近原物料市场的涨价 也推升了市场对于这些公司后面的预期 我们看到目前A股中 唯一两个三联版的公司 金浦泰业和顺源股份 都是属于典型的周期股 第六 券商板块 昨天我们已经详细的对这个板块做了讲解 那么对于券商板块下个星期的操作 我们还是坚持 你可以等到全天成交金额不到200亿的时候 再来分批介入 抓一个短线的反弹机会 当然除了这些之外 今天也有一些比较不好的事情 我们看到今天在可转债市场上 资金是出现了一些活跃的迹象 如果这个时候可转债市场再来分流资金的话 那么下个星期A股的表现就比较麻烦了 最后我们看一下今天北上资金个股情况 今天北上资金净流入超过一个亿的只有五家 分别是TCL科技 龙基股份 华友孤业 五粮业 以及戈尔股份 而今天北上资金净流出前六名的分别是 中国平安 贵州茅台 新业银行 宁德时代 力讯金利 以及科大讯飞 那么这是今天晚上的节目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